记者林新若台北报道,据统计,国内烘焙市场商机每年达600多亿元,全家便利商店内部资料也显示,面包并买比率达8成,且销售10顿多元,为了抢这块大饼,全家便利商店施资17亿,自建的伏笔面包厂。 全家表示,相较于日本便利商店庞大的烘焙市场和多元的面包形态,台湾便利商店面包种类较为单一,因此,伏笔面包厂设置的目的,就是希望从销售端整合制造端,快速应对消费趋势或缺口,开发符合消费者喜爱的商品。 表皮脆脆,外观圆润可爱的日式菠萝,是近来网友票选日本超商必买商品,福币合作伙伴日本面包大厂Akiko公司,为著名的菠萝制造厂,该公司生产包含原味,巧克力等经典菠萝,35年掌销不败,全家推出全新日式面包系列,其中日式脆皮菠萝,使用特制珍珠糖, 增添菠萝皮特殊的脆口感,咬起来咔哩咔哩,带助香甜奶味。 看准锅人对日式商品的喜爱,全家本次推出全新日式系列面包。 全家提供,日式脆皮菠萝面包出炉时,厂内相继4亿。 全家提供,日式脆皮菠萝面包,30元。 全家提供。